章话县111年原住民团圆贺喜迎亲春 继政令宣导活动 6日上午在章话县原住民生活馆举行 让居住在县内的原住民朋友 借此机会联谊 县长王惠美与贵宾一起祝贺各族人 如虎添翼望全年 今年是虎年 让你健康 让你幸福 让你快乐 让你大胆子 那在这边还是再次谢谢 我们的这个长老 还有我们的特别是我们陈隆妹议员 非常用心的 针对我们原住民的朋友们 生活的一个作息 或者我们的教育各方面 那极力的来争取 包括我们现在针对55岁以上到64岁 我们也开始发放我们的这个敬劳礼金 那另外的话今天呢 我们议员也募集了非常多的大奖 那在这边提供给我们的 这个原住民的朋友来做摩产 那怎么样让我们原住民 文化能够向下扎根 也一直是我们教育处跟文化局 努力的一个方向 那怎么样照顾好 我们原住民的朋友 让他们在工作 无后顾之忧能够融入到我们整个的彰化 那彰化呢也应该说是我们原住民 总共是有16族里面 我们有15族 通通都有在彰化 也是一个非常融合的地方 也期望在大家的努力之下 让我们这个多元文化能够更加的一个发展 让我们原住民能够把这里当做他第二个故乡 彰化县原住民庆祝新春团拜的一天 今天有来自我们26乡镇的好多的原住民朋友来这里共享盛景 也非常的高兴 因为今年呢我也感谢县长的这个支持 让我们原住民朋友呢能够在55岁以上就可以享受很多的这个老人福利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重阳金老金呢 也从55岁开始 原住民55岁开始就可以领起了 还有我们的这个幸福卡也是有 原住民55岁就开始 每个月1000点的这个搭乘公车的这个幸福卡 以及我们总统原住民的这个金老福利呢 我们现在一直在积极努力来把原住民的这个年龄成长 奖低到55岁就可以享受到各项的原住民福利 非常感谢县长 活动县长还有由县府各处市组成的服务团队 向原住民朋友宣导各项权益福利事项 并提供相关咨询服务 使原住民了解权利义务的范畴 达到政府对原住民法益辅导教育的目标 让原住民相亲都能受到最好的照顾 公益频道林居民章话采访报道